今天在分享之前 大家肯定也观察到 我这个分享的标题 我改了一下 我改成这个 改成工作三年之后的一个开箱的体验 就是我参加Elysty公司的话 大概三年有三年三个月 就是我对这家公司 对这家公司如何做开源 其实有了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认识 同时的话这几年 特别是这最近一年 最近疫情这几年 就是除了疫情之外 其实国内做开源的公司 国内做开源的朋友 国内以这个开源软件做创业的朋友 也越来越多了 很多投资公司和相关的朋友的话 都以这个像Elysty跟MongoDB 这些公司作为一个学习的榜样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从这些公司上学习 我觉得我就从一个外部的角度 当然我是在这公司工作三年以后 从一个外部的角度 然后分享一些可能外部的人 不一定能看到的一些角度和一些事情 然后希望能从事开源 能从事开源创业 能从事开源相关开发活动的朋友的话 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就是介绍内容的话 主要还是以这个Elysty公司为一个背景 那Elysty公司的话 今天来看的话 Elysty公司的话是一个 上市大概有两年 有将近四年的这样一公司 市值也基本上股票跌跌涨涨的话 基本上市值也都是在100亿美元左右 但是在行业当中的话 知道ES 知道Elysty色池的人特别多 其实我在三年的这个社区活动当中 我就很经常被人问到 Elysty色池 ES 这个EROK这后面还有公司呢 就是还有公司呢 他的这个母公司是Elysty公司 就是这个不是玩笑 这真的是我在国内三年社区的 这个混迹 国内社区三年的过程当中 就是真实的这个体会 然后大家很熟悉他的产品 但对这个后面的公司 商业公司的话 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ES和ERK非常熟知 但是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很多人还不太清楚 因此的话 我今天也想把这个公司很完整的 跟大家分享一遍 并且希望大家能从中学到一些这个拿开源的方式去建立一个公司 建立一个成功的开源企业的一些可以值得学习的参考的一些点吧 首先的话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公司的创始 因为这个公司在好多介绍 包括我在社区里面看到好多这个技术内容的分享里面 他都会从这个菜谱开始谈起 这个左侧的话 这个图片应该是应该是去年的 去年我们公司的这个社会班 他在公司内部发的一张图片 就是因为我们这公司他放一些疫情的假 就是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这连续两三年 以来的公司的话 内部放着疫情的假 有一次他休假的时候带着全家 他老婆和三个孩子 去应该是在美国吧 徒步的过程当中拍的一张照片 然后分享给这个全公司 然后这个女主人公 其实女主其实是这个左上角 其实这个为什么有ELASTIC这个产品呢 是因为这个女主 是晒班农的这个夫人 然后他们在伦敦的话 曾经有一段打工族的经历 她的夫人想做厨师 然后晒班农的话 说你做厨师的话 我帮你开发一个菜谱的APP 方便你去查找各种菜谱的信息 然后帮助你做一名成功的厨师 然后他就开发这个菜谱的菜谱搜索的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他就发现了一个项目的机会 开完的项目的机会 就是这个ELASTIC SEARCH 其实他会把鲁森去做分装 然后做了一些扩展 然后当时在一二年的时候 其实也确实市场上有这样一个需求 就是很多网站 很多应用 不管是网页的应用 还是APP的应用 他其实都需要有这个搜索的功能 因此的话 其实晒班农也是 我认为也是有一个机遇在里面 有一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然后他在一二年就做了ELASTIC SEARCH 并且在 其实他在一零年的时候 这个软件就已经开源出来了 其实他这个软件的话 还是受到了非常非常多人的一个追踪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两三年之内的话 他其实得到了特别多的反馈 因此他在一二年 因此把这个软件误了两年之后 因此在一二年才成立了商业公司去创业 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创业的过程 他找到了四个合伙人 然后成立了这个ELASTIC这家公司去创业 然后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说你是ELASTIC SEARCH的粉丝的话 你去查ELASTIC SEARCH这个Github的项目 你会发现Shan Banu就是Kemich 这个Github ID就是这个光头 就是Shan Banu本人 他其实一直是这个项目的 一个country builder的No.1 在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变过 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项目 从基本上在一零年就开始开源出来 然后到一二年创立公司 其实在自己他孕育这个项目的 其实他也是一个Sed Project 就是在一边工作的情况下 一边在给别人打工的情况下 一边去创业的 然后他在一二年才开始专门成立一家公司去创业 然后在这两年期间的话 其实他已经把这个项目就是误 误误误到其实有50多个country builder吧 然后有大量的反馈 然后在一二年他才开始做这个创业的动作 因为在前两年的过程当中 其实积累了很多项目的基础 可能前几千行代码都是他写的 所以说这个比例的话 越往后这个项目发展越往后的话 其实你刷进去一行代码的难度会越高 因此的话这个也非常非常夸张 他一直是No.1 然后这个Shan Banu这个人的话 其实他也有一个自己个人的一个非常 我认为还是比较精彩的一个马农创业的一个经历 就是他在一二年创立公司之后 他一直就是担任公司的CEO 当他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就二一年的时候 他发现这公司基本上已经创业 基本上趋于稳定 变成上市后的一家成功的一家商业公司 然后他又从CEO的这个位置上又退居二线 实际上他现在在这个公司又位居CTO的职位 又将近有一年的时间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看一下 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这个公司成立了之后 下一位最重要的人 你要去找的人是谁 实际上我这边已经给大家带来这个答案了 实际上是CEO 其实是除了找到应该干活的人 比较重要之外的话 其实他们在做这家公司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说 如何能让他们雇佣进来的人能够开工 因为待会我会再往下讲 因为这是一家分布式公司 因为分布式公司来讲的话 CEO的作用就非常大 如果说来这公司工作的人 都是来自全球不同各地的公司的话 那你怎么给他们发工资 你怎么在这公司创业 这个上市之前 怎么给他们发到他们需要的 就把这个股权啊 工资啊都执行到位 那这件事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包括这个合伙人之间 你们的这个比例应该如何分 等等等等 这么下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的话 就是CFO的出厂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选择所有员工的工作方式 那这家公司是我认为是在 我经历这个疫情三年期间的话 我认为是没有受到疫情干扰的家公司啊 是因为这家公司 大家可以想想你是居家办公呢 你是居家七天都在家 五天到七天都在家办公呢 还是说每周在家工作一天 还是说在Share的办公室里面去工作 还是天天要去朝九晚五 去公司打卡的工作 这家公司这个他在成立的时候 他就已经设定好了 他就是要让所有的人 必须是一个分布式的方式啊 都是每个人都是在家办公的方式 然后他有了这个工作方式之后 才有继续往后的发展 他在15年 也就是这家公司成立三年之后的话 他正式成立 开始了他应该是首次的这个 首次的一个用户大会 他的用户大会叫Elaston Elaston的话 开始是社区大会 然后在Elaston上 他宣布了这个Elastik 这个公司品牌的存在 因为在15年之前的话 我记得他那个公司的名字 都不叫Elastik 他叫Elastik Search 一个点BV点什么的一个公司吧 他的公司实体 其实都不叫Elastik 他为了让这公司能够 垫立起他后期上市的一个 一个商业的形象吧 他才成立了Elastik这个品牌 2015年的时候 他还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他就是 基本上算是收购吧 但是在这个公司来讲 他不叫收购 他跟任何公司 他并购任何公司或者团队的话 他都叫合作研发 有个叫Founder的公司 这个公司的话 他已经在2015年的时候 开始做Elastik Search 在AWS上的SaaS的云服务了 他在2015年的时候 他就基本上算是并购了这家公司 推出了他的SaaS服务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他从12年创立这个公司 到2015年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 积攒到他的第二个商业模式 如果说他2012年 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 他发布的是第一个商业模式 就是企业服务订阅 就是他一定要有这个 用户要买他的服务的话 他一定要有一个名头 就是他是企业订阅的形式 黄金版白金版 还是企业版标准版 然后到2015年的话 他得到了第二个商业模式 就是他的SaaS的云服务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一下 他在上市之前 18年10月5号上市之前 他这个logo到底有什么含义 这个logo的话 其实是我进入到这家公司 体会了一年多之后 才逐渐能理解到的 因为他这个logo的话 就取决于 Elastik Search的一个技术的术语了 Elastik Search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搜索引擎 分布式的搜索引擎 他搜索的是非结构化的数据 他里边可以存各种类型的数据结构 因此他在公司的logo设计里面 或者说公司文化里面 他其实也都是体现了各种技术的梗 这个回头我可以再往后给大家细讲 他在2018年的话 就是正式成功的上市了 所以说他这个整个从建立开源项目 到建立公司 到从最大的 他第一次用户大会上开发 发布他的SaaS服务 然后到他上市 其实这个整个过程的话 其实都是 我们讲他是 我觉得都是像教科书一样 就是我们看起来 其实是比较顺利的 当然我认为他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的话 他一定也是克服了很多 当然国外美国的话 他可能商业环境 他比较良好 又赶上这几年云计算的一个大发展 因此话我觉得他有很多机会 但他这一系列的操作 就是堪称是一个顺分顺水的操作 从12年成立公司到 6年以后 18年上市 就是很多公司 其实很难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速度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 他随着他公司的一个发展的话 他公司员工的数量 其实也是急剧膨胀的 就是其实我是在很可惜 我是在19年加入一家公司的 我投简历的时候 实际上是在18年 还没上市的时候 我加入一家公司的时候 是在19年 这个就是正好是在上市之后 去加入一家公司 加入一家公司之后的话 其实作为一个新员工 会发现他有一个特性 就是每个人有一个叫 就是有一个叫全公司员工的 一个mail list 其实你任何一个新员工的话 就觉得我一上班以后 这个邮箱都要被爆炸了 就是其实你会收到 这个所有团队发到 2out的这个邮箱里面来的 所有的邮件 其实你一上班第一天的话 你会发现 惊讶的发现 你这邮箱里面有千多份邮件 如果说你去筛选一下 这个叫发给NewHair的邮件的话 你会发现每天都是有N个人 去onboard 从他18年的时候 我加入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记得他不到一千人 不到两千人 大概在1800人左右 到今天的话 我认为这公司的话 他大概到了三千人 就是他的新员工的发展 是非常非常快的 包括这个公司内部 也有很多的梗儿 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些 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说一个公司应该如何 叫他们自己 把他们自己称之为什么样的人 他应该有一个代号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2017年的时候 Shybanon公司的创始人 他就发了这样一邮件 他说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个称号 我们应该叫什么呢 我不知道 我们来调查统计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去决策这件事情 然后可能很多人 大家快回复这个邮件 有些人就说我们为elastic工作 我们应该叫elastic comrades elastic同志 实际上这个邮件就变得被大家游戏化了 有些人说应该叫像Hello Kitty一样 叫elasticator club 然后这个名字其实经过大家很多的幽默的发挥了 发挥了十几二十三四种 最终定位叫elastication 因为最终定位叫elastication 那今天即使到今天为止的话 这个公司的员工的话 在全球应该有三千多的员工 我们应该称自己的话都叫elastications 然后这个公司的分布式的覆盖的话 也覆盖到全球三十七个国家 三十种语言十九个市区 今天我查了一下 应该有应该有一百多个办公室 像我今天在的这办公室 应该是叫elastic的一个北京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不是自己的一个物业吧 应该是一个在微卧克里的一个share的办公室 但是像这样的办公室 包括有独立物业的办公室 包括现在正在印度去建的研发中心 全球的话应该有一百家的办公室 那他这个我要再说回来的 那他这个他这种分布式的话 他是说当时头脑一热就去这么做的吗 其实不是的 其实他这个有他很深层次的原因 这个很深层次的原因 要说到我在新院工培训的时候 在硅谷去新院工培训的时候 其实去碰到其他国家的同事 其实其中有一个同事 他给我分享的他为什么要加入 以来的这个原因的话 其实还是让我非常有印象的 那个同事是法国的一个 就是售后的一个同事 他不是开发的同事 法国的一个售后的同事 他说他住在法国的一个二线城市 他说他他从事IT行业的话 有十几二十年了 他说他为了找到比较好的工作的话 他不得不在伦敦去工作 在法国还不行 伦敦的IT还是比较好的 那在伦敦工作的话 就导致他无法生活和这个工作兼顾 因为他在伦敦工作的话 他的家 他的父母 他的亲朋好友都在他的法国 他的居住的这个二线城市 他每年的话要往返于伦敦 和他这个家乡的话 他要恩赐 就他很很疲惫 就是很很难受这种状态 他十几年之后 他加入以来这个公司之后的话 他觉得啊 我这个终于可以在我自己的家乡 从事一个他喜欢的工作 或者公总了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分布式不是去耍帅 不是去玩 玩酷 而是说 你分布式的一个公司的话 你必将给你带来吸引全球化的人才 带来一个先天性的条件 但吸引 能不能吸引到的话 还是取决于公司文化和产品和企业 那因此的话 他这是一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在里面 就是他是distributed by design 就是按就是有意的设计为一个分布式的公司 而不是说远程公司 那远程公司的话 我们认为远程和分布式是具有巨大的区别的 远程的就意味着一个员工的话 还是要report给就是汇报给一个集中的一个office 这个office的话 有你的老大在这里工作 你可能还是要隔一段时间就去会见你的老大的 而在这公司的话 分布式的公司的话 他不是 我认为这个公司的话 他特别是疫情的三年期间 他的开发的节奏 他这个公司整个的运营 完全没有受到这个疫情的一个干扰 这也体现出他的一个好处 那你如果说是分布式的话 你如何去构建企业文化 如何让公司员工了解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 所以这个公司的早期的话 他好多都是程序员的梗 他那个elastic那个cluster的 你起一个新的节点 加入到cluster里面的话 那cluster会随机给他自己起一个名字 这个最早之前的话 这个早期的elasticsearch的版本的话 他会用一个 那个 他会用一个这个ex school的里面的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一个电影 这个从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 去取名 后来这个 Mawel这个公司 好像发率是还到这个elastic公司了 然后后来这个elastic公司 就终止了这个行为了 就把这个软件代码也改了 就是后期新版本的elasticsearch 新的节点的话 它是以一个node name 是人为的node name 或者是一个随机的一个字符串 做node name 这个还是改了 那这个再说回到ex school这个梗 就是ex school的这个行为 还是留下来的ex school等同于新员工培训 你想你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公司 那这个公司的新员工的话 他如果说加入这个公司一段时间 比如说在他新员工预热期 在一个季度之内 其实他是非常懵逼的 就是我参加这个公司的话 也是非常 非常懵的 就是因为你见不到你的同事 我在北京的话 也是能见到 游戏能 北京有三五个同事 我能感受到这是有公司 但你见不到北京这个中国team之外的其他的同事 你还是只能通过远程的方式 见到你的老板可能是在澳洲 然后你的其他的同事在印度 在韩国 在日本 其实你还感受不到这个公司是到底怎么回事的 然后这个ex school的话是新员工培训 像新员工培训的话是都会把员工拉到 美国有一个大的一个office的一个空间 在Mountainville 然后新员工培训的话 会跟你的团队 跟这个所有员工 这个公司的所有的每个部门 因为每个部门会上来做他部门的介绍 然后新员工培训的话 称作ex school ex school里面的话 你会学三到五天 将近一周的时间 然后去体会 去确认 我还加入了这样一个公司 我是公司 是有公司 我是有团队的 而且你可以确实可以碰到你这个 别的区域来的你的同事 或者说你 你们这个部门的有一个同事 就会来做你们这个部门的介绍的分享 那我参加这个ex school 也给我很深的一个印象 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梗 比如说他会在做一个分布式的团队 他会有一个叫Always On的一个会议室 就是每个开发的team的话 他会有一个meeting room 就是有一个zoom的meeting room 这个ID的话 因为他是全球24小时的一个team 就是这个会议室的话 是随时都有上人的 就是这个会议室里面随时都有人的 就是因为他是24小时全球的team 他为了让大家更有这个工作的环境 就是你不论是工作在哪个时区的 你上班以后 你就可以加入这个团队 你可以看到你们这个team 其他的人他们可能也都开摄像头 可能在家工作 你要想叫谁的话 你要喊谁一嗓的话 可以在这个上面 一个叫Always On的一个zoom的meeting里面 可以看到你的团队 这个分布式的团队 真的不是去玩票 其实他会有很多的沟通上的一些成本 和鸿沟需要去跨越 比如说你在国内 即使在国内在同一个市区里面 想建立这样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公司的话 其实你也会有一些手段 可以去参考Elaic的做法 比如说Elaic的做法的话 他会有一个叫 有几个做法 比如说叫Office Hour 每个团队的话 为了更有效的去传达 他这个团队想告诉别人的信息的话 他会在每周设定一个Office Hour 在这个Office Hour里面 他有他自己固定的agenda 他要把他最想告诉其他团队的人沟通出去 并且会有一个QA的session 在这个session当中的话 去回答其他团队 想告诉他们的内容 在开发团队的话 他会在每个月的固定时间 会做一些像Bug Pool 和像Fix It Friday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就像一个活动一样 他在这个活动里面 他会集中去修一些Bug 集中的去讨论一些Bug 集中的让在Github上看到的比较火的一些 或者说比较棘手的一些问题 在集中的时段里面去得到解决 因为这都是技术债 懂开发的人这都是技术债 如果说你忽视他的话 你会影响到你开发新的feature的一个节奏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到一些比较欢快的时间了 如果说你能走向一个比较顺畅的一个开发的节奏的话 可能你会走向一些Release Party 远程的工作情况下 Release Party也是通过这种Zoom Meeting的方式去做的 产品经理你看也是比较嗨的 开香槟去祝贺 你看这个公司的话也是体现住他的一个企业文化 就是像很多产品的研发的话 他都会比较固定的节奏里面去发布 应该基本上都会在两到三个月 至少两到三个月会发布一到两次的这样一个节奏 接下来的话就是各个团队的一个协作了 在Elastin公司的话 他有他比较好的一个企业文化 就是他在不同的产品团队的话 他是可以设定自己不同的开发流程的 这个里边也有些比较好的梗 就是他不光是每个团队 他的开发模式不一样 因为他是一个全球的开发团队 甚至于说他们还会做一些比较夸张的行为 就是某些开发人员 他可能做的比较在家开发的比较闷了 就是说我也想出去走一走 然后他们这个是之前 PPT上有一个链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一个开发人员 真的是在家坐的比较闷了 他说我想出去走一走 然后他就在半年之内 他就走访了我们的香港office 上海office 还有在菲律宾待了一段时间 其实你是可以安排你自己的一个工作的场合的 只要你的工作是在你的计划之内的 只要你在你的计划之内 跟你的team达成你的沟通 然后达到你的一个进度的话 你实际上是你的团队是可以放飞你的 然后可以因为这个公司的话 还是有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 特别是开发团队 有个非常友好的一个开发团队的文化的话 它是可以容忍你做很多别的公司 认为就是很离谱的一些事情 然后为了让这个公司分布式开发 能够让大家融会贯通 然后让大家组织起来更好 组织起来是为了更有效的去做一些 更好的一些公司的一些安排和活动 比如说在疫情之前 这公司有两年 每年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活动 这有幸我在疫情之前也都参加过 第一个是公司的all hands meeting 就是全公司会 全球所有的员工会拉到一个城市 可能做两到三天的公司的大会 在这个大会当中的话 就是所有公司级别的一些沟通 一些跨团队一些协调 然后跨团队的一些活动 跨团队的一些team building 跨团队一些吃饭 就是很多在这一周之内 就是你可能远程工作的一些团队 和一些同事的话 你在这一周之内 你基本上都可以见到 你都可以吃上饭喝上酒 可以沟通上感情 然后再除了这个 这个是全员的全员工的所有部门 还有一个叫engineer部门的 就是研发部门all hands meeting 这个在疫情之前 我也蹭上一次去多伦多去开发过 这个就是你想这个基本上 就是开发团队会每年至少 就是你的开发团队 每年至少是能够人肉的见面 至少有两次的机会 一次是这个公司的奥汉子meeting 还有一次这个工程师的奥汉子meeting 工程师的奥汉子meeting的话 更聚焦在他们的产品开发上 他们会跨团队的一些交流 然后本团队的一些研发 和一些这个一些布置和安排 那比方说是2016年 这公司上市两年前 公司的奥汉子meeting 只有这么趋制可数的这样 百八号人 然后这个是有幸是2019年 我参加的一次 这是在佛罗里达参加的一次 这个人数的话 这个照片里面 我都忘了我在哪个位置了 但这个照片里面 总人数的话 大概应该是在2000人 这是在上市了一年 不到一年吧 上市了将近一年的一个时间 大致在两年 在2000人出头的一个样子 其实他上市之前的话 因为他荣上资了 还有一个员工暴增的一个一波 可惜我没有赶上在这个暴增之前 那么在这样一个公司的话 他有哪些价值观 或者说他有哪些文化 是值得我们去参考 能够吸引到很好的人 去为他工作呢 那就是这边的话 就给大家分享一些 比较硬核的一些东西了 那我其实在社区里面 是听到 这个说这个ELASTIC内部 说是开发 有一些抱怨 就是说ELASTIC SEARCH这个项目 其实并不是很友好 我提交PR 我提交医手的话 会被他们忽略 或者说不被采纳 但是你更深层次的 你有没有意识到 那ELASTIC SEARCH这个开发团队的话 刚才我说了 每个开发团队 他还有自己的这个开发流程 和他遵循的一个章程和宪法 那我们什么样的内容是接受 什么内容不接受的话 在这个宪法 constituting上 其实他是约束的 实际上讲的还是非常清楚的 那我认为我在读了这个 学习了这个 这个Markdown文件之后的话 其实我消除了很多 为什么大家会有 这样一些误解的一些原因吧 其实我们可以再详细的再看一下 这跟他的一些项目开发的本身有关 那其实他如果说想做一个 比较成功的ELASTIC SEARCH这样一个项目的话 他其实他ELASTIC的 在ELASTIC SEARCH这个项目上 是投资投入的人最多的一个项目 那其实他有他非常 怎么讲呢 有一个非常 他既注重社区的反馈 其实他又非常要注重一个平衡 就是他自己的roadmap的一个开发和交付 因此的话 他在对ELASTIC公司来讲的话 他在平衡这个两点的情况下 他会遵循很多 其实主要有这三点吧 第一的话 他还是要追求一个 他自己既定的roadmap的一个 交付 那如果说你的一个PR 他不是很硬核的 不是很 很轻易的 你在一两个月的交 跟这个核心团队的交互 在时间长一点 两三个月 跟这个ELASTIC SEARCH核心团队的 这个交互之间 你这个 你这个PR如果说真的不是很硬核 或者不是能够在他roadmap之上的话 可能你确实需要有一些耐心 因为这个ELASTIC SEARCH的话 他一定要 他还是要非常注重他自己的roadmap的交付的 然后他有一个原则 就是他要把roadmap的交付的进度的话 就高于他们的一些预测 这个预测 我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国内的话 更多的交付项目的时候 就愿意做一些时间周期的假设 比如说我交付这个roadmap需要两个月和三个月 其实到到了那个时间点 你又没有交付出来 然后这个公司的话 他就全部所有全员的这个开发活动的话 他其实都是高度在 在gethub上是透明的 那因此的话 他非常聚焦在他进度的一个实现上 比如说他们在一程之上的PR 多长时间之后能够摸纸 然后他的遗手可以被解决 然后他还有些设计的一些考虑 比如说他的设计会专注于当下 很小心的去抽象 使用一些抽象 这里面还有一个elastic search内部的梗 就是他们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提交给他们 提交你们很多社区里面提交上来的一些 一手说这是一个bug 然后在这个开发团队内内部的话 会认为这个bug其实是一个feature 这实际上是有一个漫画的 其实在核心团队和内外之间的话 对很多事情的评判 对很多设计的评判的话 他其实有不同的角度 然后对于他们去修复一些bug的时候 也是会先删除后修复的一个方式 可能这个也是非常硬核的去成功代码的一些操作 所以说其实这三点的话 都跟刚才我前面说的 他项目研发的限章和宪法是有关的 如果说咱们想热心的去参与以来这个search的 不光是以来这个search的开源项目 还有Kibana Beats等等其他项目的话 你其实你要你需要照顾到他这个项目 他平时他本身去遵循那些开发技术管理的一些规则 另外的话可能就是社区里面的一些沟通 就是善意的去对待这个社区里面所有的e-show和comments和论坛的一些评论 一些讨论可能会去报告一些不良的行为的人 会让这个社区里面变得更加友善一些 我这里给大家再报就是暴露一个内部的一个操作 就是我们这边讲到一个社区的文化 其实他不是说从marketing的角度去推他的产品和技术 去推一些教程和推一些这个推一些他的文章 去刷一些KOL在我们国内来说 去刷一些session的量 然后在这个公司来讲 他的社区文化 他是从他的每一个开发团队 每一个developer团队 他就已经开始去落实了 给大家分享一点 就是他的每一个开发团队里面有一个叫community duty的一个rotation 就是每一个项目组的开发团队的人 他都会去轮值的去到社区里面做一些活动 这些活动包括到我们有一个elasticsearch 有一个英文版的一个论坛 有discuss.elastic.co 然后有他e-show里面的回顾 然后有pr里面的一些回答 然后等等的 其实这三点的话是开发团队认为 他们社区参与社区engagement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怎么讲的一个工作 一个duty 因此每个team根据他team人数大小的不同 他每个每个州 他应该是以州 或者说以这个以州为单位去轮巡的 其实他开发人员去到社区里面去回答问题 去论坛上回答问题 去e-show上去回答问题 去pr上去整理一些长期没有人去处理的一些pr 这是他们社区就developer人员 开发人员去engage社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 这个跟我们国内去做开员 可能做的做法确实不一样 而我在这公司的话 确实发现他们所有团队是有这样一个细节的 还有一个梗 就是其实这个elastic所有新员工加入的话 他们叫一个wellcome 一个new的node 就是你想这公司的话是一个cluster 就是每一个新员工就像比如像我我一个新员工加入的话 是加入这个我的是一个作为一个节点 加入这个加入集群啊 这里面有个大佬啊 就是Ureal也是四大创始人之一 他走的时候 他这个发了一个最后一个邮件 你可以看他这个core.xpost啊 发了一个他这个pod 他这个nodeshutdown的一个 一个RESTful API的一个调用啊 其实这都是一些程序员的一些梗啊 就是说我要把我自己这个节点 我就要杀当了 我就离群了 离开这个公司了 然后这个shutdown也在这个邮件里面回复啊 这个邮件我当时我也看到了 应该回复了一个上百次的这样一个数量 然后这个是一个新员工加入这个公司的一个calendar状况 这公司是一个非常open的文化 如果说你想加入不同的team 你想了解不同的team 因为你的calendar也是open的 那其实你会被别的team去会加上很多的一个会议的一些邀请 你可以再从中选出你想参加的 但是这个公司他更有一个比较人性的文化 就是让其实我到这公司慢慢理解了之后 也都让我觉得非常炸舌的一个文化 就是他其实还是很人性 很尊重每个人的工作空间的 那我们认为每个人的话 他认为就是在你的时区的八个小时内工作 你像我这个这应该是我之前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同事的一个calendar 然后他把他的calendar分享出来 他是这样的 他严格了 他把他的睡觉时间都放在上面了 睡觉午餐开会的时间都放在上面 就是大家互相之间 即使要寻求这个异步的实时的一个沟通 更去尊重就是彼此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彼此私人的空间 在这个calendar是他整理之后的 那他就选出了他要参加的一些会议 他要开的一些会和他要开放的一些时间 可以让大家去约他跟他沟通的 那其实这个开源是分布式的公司 不是全都是好 他有很多弊端和痛点的 其实你如果说想这么做的话 要考虑到有这样一些痛点 比如说这个时区就是一个无形的一个痛点 你这个就会有存在大量的这个无效的沟通 你假如是全球是分布的公司的话 那你这个同事的话 那就非常多了 有亚裔的欧裔的北美南美南美美洲的等等 有巨大的文化的迥异 然后就会导致很多 不管是管理上还是技术上决策的一些延迟 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分布式的公司 即使你在中国去做的话 你不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 你是分布让所有的人都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话 你也要去提前考虑并且克服这些弊端 那你肯定必须也是要使用这种 一部的通信方式 而不是随时让人24点待命 然后去时时刻刻让人上来去拉群 去群聊的 这个就是存在着一个工作时间和一个个人休息时间的一个平衡 那这个公司也是有些比较非常奇异的一些文化 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个Shaybano有I love you all的这样一份邮件 这个邮件就是像奇迹一般的存在 这个邮件的回复量就是几百次的回复 甚至于说这个邮件几年之后还有人回复 这个George Corbel 这个哥们也是曾经是我这个团队的一个同事 他也在这个邮件里面刷了大大的几年之后 他又去把这个帖子翻出来刷给这个全公司 说你看这个非常觉得公司文化非常奇异 几年之后居然这个帖子还活着 大家还在回复这样一个帖子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CEO跟所有的员工去表白的一个帖子 这个公司里面有很多大量的一个各种文化包容性 比如说像美国欧洲有很多这种LGDP的 这种关于性别的一些种族的一些包容的一些内容 其实都是在这公司各个频道 各个邮件组里面都可以去讨论的 然后总结来看的话 我在这公司的体验就是 其实如果说你这公司好坏的话 其实还是有很多真实的体验的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你只需要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 你做的事情还是可以受到一个信任的 然后你在参加你这个团队和你这个部门的工作的时候 也都是一个志愿的形式 你积极的去参加这个老板和部门一级的工作 然后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大家也是会离上网来回来支持你的 然后沟通和很多工作的之间的写作的话 都是非常开放的 然后下面我们讲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了 那你这个公司的话 你的又搞开源 又搞分布式的一个员工 那你这开源到底是一个商业模式 还是一个什么形式呢 其实它既是一个商业模式 又是一种商业存在 可能又是一种公司的存在的一个方式 它还是比较复杂的 从上班班农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在2010年就是把他的项目放到GitHub上 第一天他是Apache2的license 其实他的在那一天他或将没有想清楚 这个公司的这个业务模式是什么 但其实到后来的话 其实他也总结了 他其实觉得开放圆码的话 是一种发行的一种模式 叫distribution的一种模式 那你可以有了这个发行的模式之后 是你把你的代码和技术发 就是发布到全球的这个技术社区里面了 因此的话你有条件去建立 以你这个开源技术为根基的一个社区 那开源它起到的作用是 让你将这个社区的建立和这个技术的传播 达到一个放大倍增的作用 他认为这是社区的核心 以及社区开源社区对它的意义 那有了这样一个根基之后 才是说连你这个放大倍增之后 那你这个开源技术本身 它有没有商业价值 它的商业价值如何去通过创立公司 如何去通过在纳斯塔克上上市 如何去通过在把这个公司 运作成成熟的商业公司 那等等等等 后期我刚才谈到的那些商业管理行为的话 可能和你这个开放源码其实都是很区别很大的一些事情了 有关但区别很大 但是你谈到开源的话 你一定要考虑到那你在做开源的时候 你一定要考虑到现在你要是做开源企业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maker 那除了maker之外的话 你是希望有很多user存在 然后给你提供反馈 但其实也是有taker的 现在这个是一个云的环境 云的环境其实是很复杂的 那我们现在能够用到的开源协议的话 不管是Apa奇Fundation和LinuxFundation的话 这些Fundation这些种种的开源协议的话 它其实都是在云计算大型起到之前就已经建立的 他们开源协议的定义的话 应该也都有15年以上的一个历史 那在现在云环境里面的话 你很难去拿这些开源协议能很好的保护到你自己 然后我们再考虑一下 那Elasticsearch如果说想在商业上成功的话 它究竟遇到了哪些卡或者说哪些问题 让它去做一些许可人的一些变化 首先的话就是这个套娃竞品的存在 如果说你的核心是开放的 然后你的代码是开源的 然后你的所有的协议都是Apa奇2的这种 非常商业友好的这种商业协议的话 那你就会存在国内外大量的克隆服务的存在 这个克隆服务的话有可能是线上 有可能是线下的 尤其以这个线上SaaS版本的 然后这个又是大厂来跟你做竞争的这种 这种竞品的话 其实是非常怎么讲呢 是非常让Elastic会觉得困窘的 然后对于这些拿走代码去做服务 去host同等SaaS服务公司来讲的话 他们只是在用一个技术去利用它的云资源去获益 或者说去获得商业利益 而对于这个公司来讲的话 就会存在一个怎么讲呢 就是一个直接的一个竞争 如果说所有的这些套娃竞品公司 又并不全都理解 就刚才我说到有一个Elasticsearch这个项目 其实它有一个开发的限章 他们因为在构建他们的云服的时候 其实也有大量的 怎么讲呢 需要回馈到上游的一个需求 如果他们的需求也无法 因为刚才我说了 这个需求回馈到upstream的话 实际上是有一定难度的 就是并不是百分之百能回馈来的 但是如果说你回馈不来的话 然后你去把它fork走 去做一个自立门户的一个发行版的话 其实这个对Elastic来讲的话 还是一个从商业角度来讲 是一个非常危机的一个事件 那因此的话 它必须做出一定的反应 去让它能够从这个困境当中 能够咱们怎么说呢 能够试着生存 能够发展下去 因为这个危机的话 肯定会导致他的商业的 商业的这个收入的一个损失 以至于有可能商业收入的枯竭 无法支撑他 比如说这个 比如他现在毕竟全球3000多个员工 他怎么可以正常的速度速率去发展 并且能够让员工有更好的一个 一个存在呢 这个就是谈到了他有哪些变化了 他其实在这个6.3之前的话 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他其实他把他的一个叫 他的企业版里面实际上是有一部分私有代码的 他在6.3的时候 他把私有代码变成一个公有公开代码 他叫open core了 那这个一个很大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开放 是取决于他要让因为这部分代码 如果说不和主干去合并在一起的话 他会刚才我说了 他要让roadmap的开发的进度是第一的 是第一位的一个首要的开发的团队的一个工作事项 因此的话他必须是要让这个代码让他内部就更容易去开发 如果说在有一个是对内的有一个是对外的 而且这两个一个开放一个不开放 那这个Elasticsearch的开发团队就其实他就比较痛苦 他解除一个bug的时候 这一个bug可能会跨这两个代码库 因此的话他在6.3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做了一个挺大的一个决定 他就把他的所有私有代码就全都开放了 在6.3开放代码之后的话 其实他受到了非常严峻的考验 因为他这里面以前收费的好多XPAC里面的代码 会被很多SaaS服务商提供 就是克隆版的重构 看了你这个代码的实现之后重构 然后去在他的SaaS里面去免费的去提供 并且非常高调的说 你看Elasticsearch原厂的SaaS服务 它是收费的 那我们现在他不会说参考了这个OpenCode 他会说我现在开发了一个跟他等同的功能 但我是免费的 他会参考这个OpenCode之后 他会拿这些从屋的服务去引流 然后和Elasticsearch原厂的SaaS服务去竞争 那如何去改 其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 比较艰巨的一个情景 你怎么去危机存网 就是你怎么去对应 然后在Elastic在6.3以后 他其实他不得不去推出了 他自己叫Elasticlicense Elastic自己定义的一种license 其实这个Elasticlicense的话 大家可以想一下 他基于Apache2 他加上了一个Elasticlicense 然后到后期的话 他在7.1之后的话 他又把Elasticlicense改为V2 在V2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给很多云服务提供商 特别是跟我们发布竞争竞品的云服务提供商 产生了比较大的触动 因为我们在Elasticlicense VR的时候 他还加了SSPL的许可证 其实他这个就是对自己的一个业务 就是他特别是云业务的一个云版的SaaS业务的一个合理的一个保护 因为大家知道SSPL是MongoDB的一个最初的一个SaaS服务的一个license 这个license不管OSI成不成人的话 但MongoDB的话 因为他做了这个改变 导致其实MongoDB的商业成功的话 完全是我认为还是受益于SSPL SSPL其实就是我open代码了之后 但不可以有任何一个就是竞品的SaaS服务存在 那因此的话MongoDB实际上在这边受益了 Apa这个Elastic公司的话 等于是参考了MongoDB这个协议 然后把自己的许可证从Apa旗license过渡到Elastic VR加SSPL 那实际上改变了之后的话 让Elastic公司这个比较危机存亡的 我认为这一关 他就这个关卡吧 就算是一个卡点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卡点就过去了 他其实也很难的 因为他改变到VR之后的话 他这个VR的话 他也提交给OSI这个组织去评审了 但是被OSI给拒绝了 OSI不承认说你这不叫开 虽然你开放元代 但是我不承认 那OSI现在我认为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备受争议的一个可以认为是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备受争议的一个组织了 那Elastic license说那你不承认我也好 不承认我也罢的话 那我现在就这么做了 我现在所有的产品的话 就是以这个Elastic license VR加SSPR去开放免费给所有的用户 以前的话我们叫open source 现在它不叫open source了 它叫开放免费 它叫open and free了 其实它在它的市场用语上它都有一个变化 它同样存在着两种业务模式 一种是企业订阅的业务模式 还是一种SaaS服务的订阅模式 Free和企业订阅的模式 其实大部分国内的用户都处于企业订阅免费的企业订阅用户 国内其实订阅的用户数量还是比较少 比较少 企业订阅里面有付费的一些feature和售后服务的支持 SaaS服务那就一样了 SaaS服务就是用了SaaS的云了 其实在SaaS服务这边的话 我们有各个比较合作的比较好的云的厂商 比如说微软 Azure 比如说GCP 国内的话就是AWS和腾讯云 都有我们原厂的SaaS服务 讲回来的话 Elastik这个公司的话 其实我把Elastik公司内部的很多细节 就基本上爆料的给大家差不多了 这个公司的未来是在哪呢 是在商业上的还是在社区呢 我认为它的未来的话还是应该回到 其实商业和社区它不是矛盾的 如果说商业做得很成功的话 才可以支持到这公司的员工的存在 这公司所有员工能够在家工作 然后这个公司商业实体的话 可以支持到全球的社区 我觉得这公司的未来的话 它是一个以社区为根基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公司 然后它可以以更好的社区推动它核心产品的开发 可以让它的公司才可以走得更远 那我们希望的话它是一个 这公司的话它是一个无限的一个游戏 这是如果说你这个商业开源公司做得好的话 开源的商业公司做得好的话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无限游戏的公司 而不是说是一个短期的 比如说十年八年创始人用它来去 当然你这个财务自由去套现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希望做了这个财务自由之后更重要的事情 是不是能够让这个成功的商业再回馈到社区里面 能让这个开源技术变成一个无限的游戏 然后让所有爱好这个基础的人能无限的玩下去 那这边的话大概就是我的一个介绍 肯定有一些超时 但是我也非常也是第一次用我的这个工作三年以后 开箱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做分享啊 感谢观看